第三十章 望着那和勋儿并排行来的硝烟,场中的少年们,脸庞上无一不是流露出些许忌妒。 在这硝家中,能和勋儿走这么近的唯一一个人,恐怕便只有这出名的废柴了吧。 广场边缘处,周围簇拥着大群同龄人的萧宁,顶着萧妍的眼瞳中,簇意昂然。 小混蛋,看你过了今天后,还有什么脸和勋儿在一起? 低骂了一声,萧妍幸灾乐祸地冷笑道。 无视于那一道道充斥着嫉妒与怒火的目光,萧妍领着勋儿,直接行到队伍的最后方,然后互相低声笑谈。 瞧着萧妍这副轻松谢意的模样,高材上的家族高层人士不由得有些惊异。 这家伙,难道不知道今天的测试将会改变他日后的道路吗? 咳咳,恐怕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吧。 二长老冷笑着低风道,本来以为说出这话之后,身旁的萧战又要大发雷霆。 可二长老等了老万象,却并未觉察到有半点动静,当下不由得有些愕然地望着身旁的萧战。 萧战深深地看了一眼场中那垂手闭幕的少年,淡淡地道。 二长老,凡事还要等到最后再下结论吧,否则到头来只会伸自己的脸。 嘴角一抽,二长老冷横道,希望吧,我也期盼着他能给我带来点惊讶。 大长老沉声地打断了两人的对轰。 好了,时间到了,别再磨蹭了。 萧战微微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环顾了一圈安静下来的训练场,鸣声喝道。 大家都是家族的新鲜血液,应该知道今天的测验对你们来说有多重要。 测验规矩,第七段斗织器以及其上判为合格,反之则为不合格。 不过,按照以往的额外规定,在测验完毕之后,斗织器七段以下的有权向七段以上的同伴发出一次挑战。 如果挑战胜利,那也能进入合格区域。 既然大家都已经清楚,那么,测验开始! 随着肖战的陈鹤落下,训练场之上的少男少女们顿时紧张了起来。 黑石碑之旁,冷漠的测验员踏前一步,从怀中取出名单策。 冰冷的声音让得被叫上名字的人浑身发出。 盘腿坐在干净的青石地板之上,硝烟平静地望着那些因为斗织器不合格而黯然哭丧的同龄人。 淡默地撇了撇嘴,心头并未因此而有什么怜悯。 这些喜欢嘲笑比自己更低的人,并不值得同情。 他们在比自己更低的族人身上寻找快感之时,或许并未想到,自己迟早也会有这么一天。 辱人者,人恒辱之。 坐在硝烟的身旁,薰儿小脸清雅,云卷云梳的淡然模样,犹如千尘不染的一叶青莲。 牵手把玩着一缕青丝,只是偶尔将目光扫向身旁低垂闭幕的少年。 与萧炎相同,她也并没有对那些黯然的少男少女表示过多的关注。 萧妹 测验员的冰冷声音,嚷得萧炎眉间轻挑了挑。 微垂的眼皮也是慵懒地抬了起来。 一旁一直关注着萧炎的熏儿,瞧着她这模样,不由得轻皱了皱翘鼻。 啊,当初她可是对我的萧炎哥哥粘得很紧呢。 微眯着眼,望着那从容上前的红衣少女,萧炎淡淡轻笑道。 薰儿眨了眨水灵的大眼睛,偏头望着萧炎嘴角那隐隐的嘲讽,微笑道。 我很好奇今天过后,她会用何种态度对萧炎哥哥。 萧炎耸了耸肩,轻声道。 一些东西被毁了,就是被毁了,不管如何弥补,那也有着刺眼的裂痕。 这家族能让我认同的人不多,几人而已。 红润的小嘴掀起俏皮的弧度,薰儿娇笑着问道。 薰儿算吗? 萧炎笑意温蠢,伸出手掌,双指夹着薰儿一缕青丝,缓缓滑下,微笑道。 当然。 水灵的大眼睛弯成美丽的月牙,薰儿目光微微迷离,那幅几乎深入灵魂的画面,又是带着几分暖意,缓缓出现。 小时候,半夜摸进自己房间的小男孩,用着那笨拙的,让人忍不住有些想发笑的手法,文养着自己看似弱小的身体。 虽然明知道并未有多大效果,可小男孩却足足坚持了两年时间。 精致的小脸上,浮现可爱动人的小酒窝,薰儿略微偏着头,心中轻声笑道。 这家族能让薰儿真心认同的人也不多,为你一人而已。 远处,望着萧妍对薰儿的亲力举动,萧宁脸皮一抽,心头的剧度火焰,让得她恨不得冲过去,对着那张可怜的脸狠狠踩上几脚。 黑石碑之上,强光迸发,端正的硕大字体,悬浮在石碑表面。 小美,抖直起,八段,高级,望了一眼黑石碑,冷漠的测验员微微点头,沉身公布。 听着测验员的声音,小美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小脸上扬起了骄傲。 一年时间,从第七段提升至第八段,这种进度,在家族中足以排上前五。 如此斐然的成绩,也难怪少女会大感满意。 测验员声音传出之后,便是在训练场中引起一阵扫动,一道道羡慕的目光直射向小美。 一年提升了一顿斗志气,勉强吧。 摸了摸鼻子,萧炎淡淡地评价道。 嗯,薰儿把玩着青丝,目光只是随意地扫了扫被众人犹如公主一般围绕在中间的小美。 经过小美这一个高潮之后,后面的十几人也仅有一人达到了第七段斗志气,其他的都是被淘汰而出。 小薰儿 测验员冷漠的声音,在这个名字之下,竟然略微带上了点点情感。 全场目光,随音而动,豁然转移到了那千尘不染的翘美少女身上。 萧炎哥哥,待会儿可不要吃惊哦。 站直身子,薰儿俯身对着萧炎俏皮地笑道。 挑了挑眉,萧炎望着少女美丽诱人的背影,喃喃道。 难道进入斗者了? 第三十一章 一星斗者 望着那缓缓形上的绿衣少女,训练场上有些寂静。 一双双炙热的目光,牢牢地盯着少女,炸也不炸。 高台之上,所有家族高层都是停止了低声交谈。 目光汇聚在这颗萧家最璀璨的明珠之上。 萧战以及三位长老,脸庞在凝重之余,也有着一抹好奇。 他们同样很想知道,一年的修炼,这位家族中年轻一位的第一人,此时又走到了何种地步? 在场中所有的目光注视之下,少女步伐不急不缓地行至黑石碑前。 小手伸出,袖口滑下,露出一节雪白修长的浩腕。 玉手轻轻触着冰凉的黑石碑,轻而眼眸缓缓闭上,体内斗之力急速涌动。 随着斗之力的输入,黑石碑在沉寂瞬间之后,强盲猛地乍放。 斗者一醒 望着黑石碑之上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训练场中略微沉静。 旋即大片大片的倒吸凉气的声音,犹如抽风般地响了起来。 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在了此刻。 逊儿小姐,一星斗者。 有些震撼于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测验员忍不住惊叹地摇了摇头,大声喝道。 十五岁的斗者,真不愧是。 听着测验员的公布声,高台上的肖战惊吸了一口气,画到最后的时候,却是突然地模糊了起来。 三位长老微微点头,同样满是震撼。 虽然,这距离当年萧炎十二岁的成就还有一些差距。 不过,这种修炼速度,也的确称得上是怪胎了。 训练场中,那被众人簇拥的萧妹,也是被黑石碑上那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刺得有些眼花。 目光下移,望着那站立在石碑处的清雅少女,心头不由得升起于些许颓败。 十五岁成为一名一星斗者,这样的耀眼光环,她根本没可能将之超越。 人群最后,萧炎惊叹地砸了砸嘴。 没想到这妮子不仅真的在一年之中进入了斗者,而且还在斗者的级别之上,提升了一星之极。 这种修炼速度,简直可以和使用了筑基灵也的她相提并论了。 石碑下的少女,似乎并不惜被这般关注,忽奈地皱了皱眉,然后转身回到人群最后,对着那一脸惊叹的硝烟,俏皮地翘了翘小嘴。 别得意了,以你的天赋,有这成绩并没什么让人意外的,如果你在一年内没有进入斗者级别,那我才会感到非常惊奇。 耸了耸肩,萧炎细腻地道。 闻言,薰儿小脸顿时垮了下来,有些忧怨地白了她一眼。 拉着勋儿再次席地而坐,萧炎下巴拖着腮帮子,无聊地望着那继续上前的测试的族人。 想在十五岁左右将斗志戏修炼至第七段,一般都需要不错的天赋,方才有可能成功。 不过,好天赋的人不可能到处存在,即使是萧家的势力。 此次达到要求的人,也不过只占十分之二三。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合格,训练场上的气氛,缓缓有些沉闷起来。 那些未通过的族人,都是哭丧着脸。 不过,每当有别的新人不合格之时,这些人脸庞之上,确实有隐晦的掠过一抹幸灾乐火。 盘坐在地板上,萧岩已经懒得再去观看那些测试。 上百多人的测试中,也只有一两位和萧妹一样,达到了八段斗志起。 而至于九段,却还是未有一人出现。 场中未被叫上的人越来越少。 到的最后,竟然只剩下包括萧岩在内的寥寥几人。 身前不远处的最后一名少年,也是起身侧眼。 不过,半想之后,却同样是以不合格而黯然退回。 对于最后的十几个名额,其实所有人都是心知肚明。 这十多名是家族中最垫底的存在。 如果不是为了公平起见,恐怕会直接将这十多人的名额刷掉也不一定。 萧岩 黑石碑之下,测试员眼神有些复杂地喊出了最后一个名额。 萧岩哥哥,该你了。 稚嫩的小手轻轻地扶上萧岩的手掌,少女轻声道。 微微抬头,萧岩睁开微闭地眼眸,目光在训练场上环视了宇宙。 那一道道幸灾乐祸的目光,让得他忍不住地轻声冷笑。 缓缓地站起身子,萧岩扭了扭头颅,将视线投向高台数的萧战。 微微一笑。 望着自己儿子射来的微笑目光,萧战欣慰地点了点头,一手端起茶杯,轻轻地靠在椅背之上。 深吸了一口气,萧岩大踏步地对着黑石碑行去。 眉宇间突然腾起的那股飞扬神采,让得一些想要出声嘲笑的族人尴尬地住了嘴。 在满场那复杂的目光注视下,萧岩来到了黑石碑之下。 望着面前的黑山少年,测验员心中轻叹了一口气。 当年,萧岩创造奇迹之时,是他第一个见证。 而三年中,天才一步步地陨落,也是他亲眼见证。 今日之后,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这应该便是少年最后一次在家族中进行测验了。 在满场那紧紧注视的目光中,萧岩胸膛缓缓起伏,手掌平探而出,轻抵在了冰凉的黑石碑纸上。 所有目光,此刻,全部闸也不闸地死钉在黑石碑之上。 他们也很清楚,这次的测验,或许将会是这位曾经让他整个乌坦城为之惊艳的天才少年最后一次测验了。 石碑略微平静。 片刻之后,强光炸放。 石碑之上,硕大的金色字体,让他栽藏所有人的心脏都是在刹那间停止了跳动。 斗之力 七段 第32章 挑战 满场寂静,死意般的寂静。 场中的所有人震惊地望着石碑上的五个大字。 脸庞之上的表情极为精彩。 片刻之后,急促的呼吸游如风车一般在训练场上响了起来。 咔嚓一声,高抬之上消散手中的茶杯,直接被巴掌捏成粉碎。 茶水混杂着粉末,顺着手掌滴滴答答的掉落而下。 奇短,炎儿,你真的做到了。 双眼望着石碑下的黑山少年,肖战的眼睛略微有些湿润。 他心中知道,为了能够走到这一步,少年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坐于肖战身旁的三位长老,同样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这一年前还是三段斗志气,现在就变成了第七段。 这种疏度,害人。 二长老咽了一口唾沫,先前还为完全散去的讥讽与呆滞混合在了一起,极为的精彩。 甘笑了一声,善善的道。 咳善,族长,购买这铸鸡灵液还,还真是强啊。 肖战没语间的兴奋,并没有丝毫的掩饰,斜瞥了一眼二长老,淡淡地笑道。 二长老,你难道认为二品阶级的铸鸡灵液能有这种奇效? 二长老一致,尴尬地咬了摇头。 他又不是傻子,筑基灵液的确能够提升修炼速度,可依靠这东西,一年内提升四段斗志气,基本没有丝毫可能。 黑石碑旁,测验员愣愣愣愣地望着石碑上的大字,脸庞上的那股冷漠也早已被震撼所取的。 硝烟,斗志气,第七段,高级。 深吐了一口气,似乎是想将心中的震撼随之吐出来一般,测验员那努力想要维持镇定的声音,却依旧有着几分难以掩饰的颤抖。 听着测验员愣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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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炼速度,简直骇人听闻。 这种速度,即使是三年之前处于巅峰状态的消炎,也不可能办到。 然而,这种有些让人心脏紧缩的现实,却是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目光带着复杂的情绪,盯着那站在黑石碑之下的少年,小美心头突然地冒出一个让她满脑子降虎的念头。 她那令人惊艳的修炼天赋,终于回来了。 训练场的边缘处,正准备看消炎热闹的萧宁,也是呆滞地盯着石碑上的大字,诗声难难道。 这,怎么可能? 抬头望着石碑上的金色大字,萧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周围那些突然间变得复杂起来的目光,让得她回想起了三年前那意气风发的少年。 如今,修炼天赋已经归来,而且随之而回的,还有那越加成熟的心智, 以及坚毅的韧性。 深深地看了一眼这几次决定自己命运的石碑,萧妍轻轻一笑。 云卷云书的模样,与三年前那在测试过后,显得得意忘形的少年,判若两人。 轻吐了一口气,萧妍在满场目光的注视下,缓缓地行至人群最后,与勋儿那笑阴阴的目光接触了一下,然后挨着她身边盘腿坐了下来。 随着萧妍的退下,场中依旧是很长时间的寂静。 高台之上,满脸春风得意的萧战站了起来,咳嗽了一声,将场中的目光拉了过来。 测验已经完毕,下面举行下一项吧,为合格之人有权利向合格的同伴发出一次挑战,记住,机会只有一次。 萧战朗笑道,文言训练场中略微有些骚动起来,那些差之一线就合格的人,顿时将火热的目光投向了那群合格的同伴。 而面对着对面那一道道充斥的挑衅性的目光,那些优秀的族人们则是不屑地仰了仰头。 六段与七段根本是两个境地的级别。 若是没有特殊意外的话,一名拥有第六段斗知器的人,很难正面打败七段斗知器的对手。 对于这,那些实力在六段斗知器的人同样十分清楚。 可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机会,无论成与不成,都得拼命地试一试。 一时间,场中气氛有些怪异,一道道火热的视线从那些合格的同伴身上扫过。 所有人都在暗暗地挑衅着最好应付的对手。 盘坐在地,硝烟突然挑了挑眉。 他愕然地发现,那些人的目光竟然是有一大半落在自己身上。 啊,我很像软狮子嘛。 略微轻恶,硝烟心头有些好笑。 硝烟哥哥一年连跳四段斗知器,虽然很是让人震撼。 不过,也是正因为这股震撼,导致很多人心底深处有种不愿意相信的错觉。 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将硝烟哥哥当成了最好挑战之人。 一旁,勋儿轻声笑道。 无奈地耸了耸亲,秀妍轻拍了拍衣衫的灰尘,淡笑道。 因为不愿相信,所以选择自欺欺人吗? 勋儿浅浅一笑,微微点头。 此时,平静了片刻的场中,终于有人忍不住地站了出来。 身材壮硕的少年,在众目睽睽之下,快步行到硝烟面前。 微微弯身,大声道。 硝烟表弟,请。 少年虽然面容看似恭敬,不过双眼在望向硝烟之时,总会闪过一抹质疑。 脸床上,勤着隐隐隐的不屑。 看来,他并没有从硝烟以前废柴的名头中,回过神来。 第三十三章 正时 望着那抢心挑战的壮硕少年,其他未合格的族人顿时有些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看他模样,似乎很是羡慕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硝烟微眯着眼眸,上下打恋了一下面前的少年。 自然家族中的族人他并认不全,不过这少年他却有着一些印象。 如果所记不错的话,少年名叫萧克,是大长老派系的人,平日经常跟在萧宁的屁股后面,俨然一副小狗腿子的模样。 以前在自己落魄的时候,也没少给自己好脸色。 脑海中缓缓地回忆着以往的一些旧事,萧衍嘴角突然地扬起了一抹有些危险的糊涂。 转头接触了一下目光玩味的熏耳,萧衍微微一笑,在众人的注目之下,舔了点头,轻声笑道。 好,我接受。 见到萧衍答应得如此干脆,萧克眼角却是愁了愁。 一抹莫名的不安在心中悄悄生起。 喉咙滚动了一下,萧克突然有些后悔自己的莽撞。 然而,虽有悔意,不过,此刻已是溅在悬上,容不得返回。 错觉,一年提升四段斗志气,根本没人可能办到。 一定是这家伙用了什么手段蒙蔽了大家,我一定能战胜它。 心头在掩耳盗铃的一番鼓舞之后,萧克彻才强笑道。 啊,那就让我领教一下萧衍表弟的实力吧。 萧衍微笑不语,站起身来,在众目睽睽中行到训练场内,然后对着萧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瞧着一脸平静的萧炎,萧克心头,不安更是强盛了许多。 善善地笑了一声,耐动着有些精硬的步伐,缓缓行进场中。 望着场中的两人,训练场旁的所有人,都是迅速地将视线移了过来。 高台之上,萧战接过身后随从递过来的不怕,擦去手上的随字,目光紧紧地盯着场下,双眼中有着一抹隐晦的紧张。 说实在的,不仅是那些少年对萧炎所取得的成绩有些感到难以置信,就连萧战自己心底深处也是有着几分不真实的恍惚感。 这并不能怪他不相信萧炎,毕竟,一年内提升整整四段斗志气,这种速度,几乎可以用腰来形容。 这速度,即使是三年前的萧炎,也未曾办到啊。 而也就是因为所取得的成绩太过丰富,所以所有人心中都是有些难以相信。 不过不管是信也好,不信也罢,只要萧炎与人一交手,其真实实力自会暴露而出,而到时,众人也就能看出萧炎的真实水平了。 萧战身旁,三位长老的呼吸也是逐渐急促。 干枯的手掌,在靶椅之上捏出了一个深深的隐痕,一双浑浊的目光,复杂地盯着场中。 轻食训练场之上,所有的目光都是牢牢地盯着场中的两人。 萧炎先前所表现出的恐怖成绩,究竟是真是假? 一动手,就可知分晓。 广场边缘处,萧宁舔了舔干色的嘴唇,第一声狠狠地道,绝对是假的。 人群中,萧妹背齿轻咬着红润的嘴唇,心中有些茫然地道。 应该是假的吧? 他同样很难相信,这位沉寂了三年之久的少年,会突然取得如此恐怖的成绩。 在一双双复杂的目光注视下,场中的萧炎与萧克已经完成了交手前的礼节。 双掌微竖,淡淡的兜气萦绕之上,萧克深吐了一口气,脚掌在地面上一踏,身形直冲冲地对着萧炎冲击而去。 低级的战斗并没有什么眼花缭乱的感觉,一切都是最简单的对碰。 品身掌! 身形迅速踢进萧炎身旁,萧克又掌之上,斗气略为凝聚,又掌一挥,狠狠地对着萧炎胸膛斜看而去。 披山掌,黄街终极斗鸡,五段斗之气以上的族人才有资格学习。 迎面而来的一阵清风吹起萧炎额浅的发丝,露出其下一双漆黑如墨的双毛。 眼皮扎了扎,萧炎微眯的目光,淡淡地盯着那越来越近的手掌。 在手掌即将到达肩膀上之时,萧炎这才不急不缓地向左移了一步。 一年的肉体训练,让得他的反应神经极为出色。 不多不少的一步,正好躲过了萧克的攻击。 身子略微一侧,萧炎手掌犹如春花摘叶一般,透过萧克的手臂随意地印在了其肩膀之上。 碎石掌! 碎石掌,黄街低级斗鸡,只需要三段斗之气就能学习。 碰,一声闷响,被萧炎击中的萧克,红润的脸色顿时苍白。 一声闷哼,脚步踉跄后退,最后终于是一个立脚不稳,软了下去,摔了个四脚朝天。 全场寂静,萧克的落败很好地证实了某些事实。 一掌击败对手,萧炎有些无聊地摇了摇头,这种对手实在很没挑战性。 别说动用底牌,自己连本身真实实力都未曾动用一半。 当然,与萧炎自己的无聊不同,此时的场外,所有人都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既然萧炎能够如此轻易地打败一名六段斗之气的族人,那么他的实力定然在七段之上。 如此说来,那么先前萧炎所表现出来的那恐怖成绩,是真的了。 一年提升四段斗之气,这种成绩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高抬之上,萧战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心中也终于放下了那块悬着的巨石。 真的,第七段了? 望着那被击败的萧克,萧妹小手缓缓地掩着红唇,震撼得湿声喃喃。 第三十四章 翻身 望着那副手立于场中的黑山少年,场面略微有些寂静。 高抬上,萧战嘴角的笑容缓缓扩大,到到最后,终于是忍不住地大笑起来。 听着耳边萧战那得意的大笑声,三位长老互相对视了一眼,心头轻叹了一口气,却是再也没有出言阻难。 场中少年所表现出来的潜力,让得他们心中有着不小的挫败之感。 一年四段,这种速度足以让任何人感到骇然,他们的子孙恐怕再没有可能将之追赶而上。 心情大悦地站起来,萧战拍了拍手,笑隐隐地宣布, 萧克之儿挑战失败,还望日后努力修炼。 场中,脸色苍白的萧克听着宣判声,顿时黯然了几分。 眼神复杂地望着前面不远处的黑山少年。 这一年前还被嘲笑为废人的人,一年之后,竟然已经再次架龄在了家族中的所有人头顶之上。 这种几乎是翻天覆地的两极变化,让得萧克突然想起了那日大庭中少年的蒸蒸冷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默欺少年穷。 面露苦笑地摇了摇头,萧克艰难地爬起身,对着萧妍略微躬身,声音中以前的那股不屑,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 萧克表弟,你赢了,恭喜你恢复。 略微点了点头,萧妍目光在场中,缓缓扫尸。 凡是接触到这对漆黑毛子的人,都是有些胆怯地闪避。 目光随意地在那一直盯着自己的萧妹身上扫过,萧妍偏头对着对面那群未合格的族人淡淡地笑道。 还有人要挑战吗? 瞧着萧妍望过来,那群本来还带惊恶的少年们,嘴巴赶紧闭上,一个个做仰天沉思之状,却是再无一人敢上去做那第二个吃旁去的。 瞧着这些稚嫩少年的装傻模样,萧妍微微耸了耸肩,直接转身对着后面行去。 望着在身旁坐下的萧妍,薰儿奄然微笑。 目光扫拾了一遍场内,千细的手指将玉里青丝,晚成旋卷,小嘴掀起淡淡的弧度,轻声道。 萧妍哥哥,三年前,他们就是这般看你。 三年前,我会因为他们的敬畏而感到兴奋,现在没啥感觉。 萧妍摸了摸鼻子,平淡地笑道。 那是萧妍哥哥成熟了。 薰儿俏皮地眨了眨水灵大眼睛。 哪有你成熟啊,有时候我都觉得,在这副少女的躯体之下,是不是藏着一个千年老妖怪。 被一个小女孩认真地说成成熟,萧妍不由有些感到好笑,手掌亲密地揉了揉薰儿的脑袋,细虐道。 文言,薰儿娇媚得白了笑颜一眼,精致的小脸上有些称怪。 不管少女再如何豁达,也不愿被人说成是老妖怪。 少女娇称最是动人,薰儿这无意间露出的少女胶态,不仅让她远处那群少年瞪着了双眼,就是连一些少女也是不由面露羡慕。 这小混蛋,太嚣张了。 同样是被薰儿娇憾模样吸引的眼珠有些凸起。 瞧着薰儿对萧妍的亲密模样,萧妍心头的妒忌火焰,机遇掩盖理智。 在这家族中,她自允唯有自己才能配得上薰儿,可且不管她如何讨好,却总是难以拨她一笑。 而反观萧妍,一介曾经的废物,却总能让她心仪的女孩开心娇笑。 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萧妍的牙齿咬得歌之作响。 小混蛋,你就嚣张吧,等成人一世那天,我要当着薰儿的面,将你打得满地爬。 拳头紧紧地捏在一起,萧妍森然地盯了一眼远处盘腿而坐的萧妍。 虽然萧妍也很是震撼萧妍这一年的修炼速度,可往日这种习惯性的俯视心态,一时间总是难以将萧妍的废物名头丢弃。 而作为家族中年轻一辈仅次于勋儿的人,萧妍此次地突飞猛进,已经让萧妍隐隐地觉察到了一股危机感。 趁她未成长起来,给她惨重的打击,最好再次把她打击得一蹶不振的地步。 心头转动着阴森的念头,萧妍嘴角缓缓挑起一抹争笑。 虽然萧妍如今是七段斗志气,可她却对着自己的八段斗志气颇有自信。 毕竟七段之后,每一段的升级,那都将是巨大的差距。 低声与勋儿轻笑交谈着,萧妍眼角随意地飘向训练场边缘,刚好看见萧妍嘴角的一抹争笑。 略微一愣,玄机叹淡一笑。 连自己的喜怒都隐藏不住的人,能有多大气候。 在萧克挑战萧妍失败之后,再没有一个人敢继续挑战。 那群不合格的族人,也值得另寻目标。 而在经过几轮的比试之后,也只有两人,仅靠着熟练的斗志和一些运气,将自己的对手击败,成功地步入到合格的区域。 望着逐渐平静下来的训练场,满脸笑容的萧战这才起身,大声宣布测验的结果,以及一个月后的成人仪式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缓缓地站起身来,萧妍对着高台上那春风得意的萧战微微一笑,而萧战也是毫无吝啬地对着自己今日打出风头的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拍了拍衣衫上的灰尘,一阵香风却是扑面而来,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 萧妍抬抬起头,望着站在面前的萧妹,淡淡地笑道。 有事? 看着萧妍清秀小脸上的那抹隐匿的冷淡,萧妹心中一泻,脸颊上露出勉强的笑容,轻声道。 萧妍表哥,恭喜你了。 多谢。 萧妍点了点头,萧妍目光对着一旁的薰儿瞟去。 萧妍表哥,明天斗季堂,由我父亲教导黄街高级斗季,你一起去吗? 萧妹微笑道,脸颊上妩媚与清纯的矛盾集合,实在让人心动。 文言,萧妍眉间悄悄地挑了挑。 就在萧妍正在想借口回绝之时,一双修长白皙的娇嫩浩腕却是从一旁探出,然后挽住她的手臂。 微微一愣,萧妍转过头,却是看见一张布满盈盈笑脸的清雅小脸。 实在抱歉,萧妍表姐,薰儿已经请了萧妍哥哥明天陪我去乌坦城,可不能陪萧妍表姐去斗鸡堂了。 在周围一双双呆滞的目光中,薰儿亲力地挽着萧妍的手臂,精致的小脸上略微勤着一些歉意。 第三十五章 罪恶感 听得薰儿此话,萧妍一愣,玄机有些尴尬。 若是家族中别的少女如此说话,她都还能凭借自己的美貌与天赋,在话语上占些赏风。 可如果将对手换成薰儿的话,她确实只得满心挫败。 望了一眼萧妍那淡然的脸色,萧妍心头一声自嘲地苦笑,值得善善离开。 训练场中的人群盯着那被薰儿亲力挽住的萧妍,都不由得心头有些嫉妒。 作为家族中最耀眼的明珠,他们何曾见过薰儿如此对待一名男子? 望着萧妍那尴尬离开的背影,萧妍愕然,感受到手臂上的娇嫩质感。 拼过头,望着一脸微笑的薰儿,不由有些好笑的嘘虐道, 妮子,你这是做什么? 薰儿依旧挽着萧妍的手臂,玄机似是无辜的道, 萧妍哥哥难道不是想拒绝他吗? 文言,萧妍翻了翻白眼,一种拒绝出自两人之口, 却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思。 回想先前萧妍脸上的那股尴尬,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斜瞥了一眼巧笑的薰儿,心头嘀咕道, 这妮子应该不是故意的吧? 薰儿只是不喜欢她能变脸的速度, 一起去斗鸡堂学习斗鸡, 这种邀请以前可从未有过。 薰儿拉着萧妍缓缓对着训练场外走去, 也不理会周围那些目光, 独自轻声道, 声音中有着一抹淡淡的冷笑, 她对萧妹这前后的差异态度实在有些不感冒, 微微耸了耸肩, 萧妍也是有些感同身受地点了点头, 苦笑一声。 三年前她与萧妹的关系也不算差, 可自从自己被冠上废物的名头之后, 她才真正看清这女人的现实程度。 望着那亲力行出训练场的萧妍与勋儿, 远处的萧妍脸庞使劲一抽, 拳头紧握, 发出搁置的声响, 心头的嫉妒甚至让她眼睛有些发红。 小混蛋, 一个月后, 我要你满地找牙。 萧妍咬着牙, 争声道, 然后带着一肚子的暴怒,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训练场。 高台上正准备回去的萧战, 也是背着一幕震了一阵, 目光紧紧地盯着两人亲密的身形, 略微惊讶后, 脸中略过一抹隐晦的担忧。 炎儿这孩子, 不会, 不会喜欢上薛尔了吧, 要知道, 他的身份, 可无是哪来燕燃可必的, 即使有着恐怖的修炼天赋, 可想得到他身后势力的认同,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沉默了片刻, 萧战轻叹息了一声, 摇了摇头, 缓缓离去。 被少女挽着手臂, 行走之间, 手肘总会触碰到一些温润柔软的东西, 那股美妙的触感, 让得某人心中有些无耻地产生了心圆一马。 再次转过一条小路, 荀儿突然小脸微红地放开了萧燕的手臂, 腮帮微骨, 娇震地盯着他。 失去了那股柔软的美妙触感, 校园心中一空, 有些怡然若失地轻叹了一口气, 一双目光几乎是不受控制, 向身边少女身上移了移。 那对遮盖的淡绿衣衫之下, 略微挺翘的小胸徒, 虽然青涩, 可却已出具规模, 别有一番青涩果子的诱惑。 感受到萧燕那不经意间略微火热的毛色, 薰儿轻雅的小脸顿时被飞红取代, 小手条件反射地上台了许多, 修正道, 萧燕哥哥, 你…… 被薰儿的震声惊醒, 萧燕剧烈地干咳了两声, 脸皮有些发红, 善善地笑了笑, 心头暗暗哀嚎, 真是个孽畜啊, 竟然对自己的妹妹有感觉。 虽然实质上, 薰儿与萧燕并没有血缘关系, 不过两人毕竟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 那种情感不比其兄妹差上多少, 而现在, 萧燕竟然是自己名义上的妹妹的豆腐, 也难怪她会感觉到有些罪恶感。 薰儿小脸飞红地低着头, 以往的那股淡雅, 已经在少女禁地被触摸的羞涩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目光偶尔飘闪, 却是见到萧燕那目不斜视的面孔。 在这古怪的氛围间, 一条并不算太长的小路, 却硬是宛如长征一般, 总是走不到尽头。 当然, 长征再长也有终点, 当走到小路的分叉口时, 萧燕善善地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就落荒而逃。 萧燕哥哥! 望着那狼狈而逃的萧燕, 勋而略为恶然, 旋气扑翅而笑, 轻声唤道。 脚步顿住, 萧燕回头望着那撬声声立在柳树下的少女, 本来就不安分地心更是跳了一跳。 少女一身淡绿, 在清脆柳树的衬托下, 更是轻雅动人。 微风俯过, 垂动少女垂腰青丝, 小蛮腰之上的一条紫色衣带, 缠绕出曼妙身姿。 银天, 陪虚儿吗? 柳树之下, 少女精致的小脸, 略微泛着飞红, 背驰轻咬着诱人红唇, 一对美丽的秋水毛子, 正带着盈盈期盼, 以及一种莫名的韵味, 望着不远处的小眼。 第三十六章 滑稽的突破 很难想象天性淡雅从容的勋儿, 会有如此轻语含羞的动人胶态。 那股清秀诱人的模样, 让得硝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别样的魅惑。 在心中按道了一声小妖精之吼, 硝烟含糊地应了一声, 然后在勋儿好笑的目光中, 急不争气地选择落荒而逃。 望着那狼狈逃去的硝烟, 勋儿言嘴轻声娇笑, 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 然后将目光投向小卤之旁的小水潭。 里面少女挺挺于力, 明眸好齿, 眼波流转间, 暗含着魅惑与一抹难以察觉的闻名韵味。 真的很好看嘞。 轻轻地打了一个旋, 勋儿红润的小嘴, 微微挑起一抹得意的前笑。 不远处, 刚刚走过来的家族少年脚步突然凝固, 嘴巴缓缓张大, 目光中充斥着惊艳, 傻傻地望着那在柳树下孤芳自赏的美丽少女。 狼狼地逃回自己的房间, 硝烟这才去喘吁吁地松了一口气, 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 哭笑道, 这妮子, 以后若是长大了, 肯定比那拍卖会的雅飞还要妖精。 在桌边坐下, 硝烟灌了一口茶水, 脑海中总是浮现着先前勋儿的那副动人交态。 随着那对秋水毛刺的轻轻闸动, 硝烟只觉得心房有些滚烫了起来。 狠狠地甩来甩头, 硝烟心中再次暗骂了一声自己孽畜之后, 这才逐渐地消停下, 那些让人心圆意满的仪态。 甩来甩有些酸麻的手臂, 硝烟行到房间的角落, 将那城有筑基灵野的大木盆抬了出来, 然后飞快地脱掉衣物, 翻身跃了进去。 冰凉的水液浸泡着皮肤, 一股股温凉的感觉, 启刷着骨子中的疲惫之感。 手掌在盆中随意地滑了滑, 硝烟慵懒地靠在木盆边上, 略微急促地呼吸缓缓平稳。 想起今日在训练场中所引起的震撼, 硝烟淡淡地笑了笑, 实力果然才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手指揉了揉额头, 一张冰凹的美丽脸颊, 却是突然毫无边际地闪进了脑海之中, 那是纳兰燕燃。 眼眸微微眯起, 硝烟惊声难难道, 还有两年吧, 你可以一定要等着我, 我会去找你的。 轻轻地呢喃, 如果不是语气中的那股冷意, 恐怕谁都会认为是一对小情人的甜逆情话。 想起那日, 大庭中纳兰燕燃一句句居高灵下的话语, 以及强势的姿态, 硝烟的拳头便是浑浑紧握, 那种屈辱几乎难以抹去。 修炼不能停滞啊, 那女人虽然高傲, 不过既然能被云兰宗宗主说为弟子, 其修炼天赋又岂是一般。 轻笑了一声, 硝烟嘴角泛起冰冷的笑意。 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只要一想起那女人, 硝烟心中就是充斥着一股异常的勤奋, 当下振奋起精神, 收起慵懒的姿态, 在木盆中摆出修炼的姿势, 食指结出印结, 然后拧下骚乱的心神, 缓缓闭目修炼。 自从那日的测验过后, 硝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周围族人在望向自己的目光中, 已经自动地扫去了以往的不屑以及嘲讽,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敬畏。 对于这种只在三年前才有资格享受的敬畏目光中, 硝烟却只是淡然处之, 并未表现出什么一朝得适便耀武扬威的得意姿态。 在测验完毕之后的第二天, 硝烟自然是一约陪着勋儿安心地玩了一天, 对于这在族中除了父亲之外的最亲近的人, 硝烟很难拒绝, 也很不想拒绝她的任何请求。 而在轻松一天之后, 硝烟的生活又是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有序。 清晨去后山苦练斗技, 然后回家修炼斗志器, 偶尔陪陪勋儿和父亲谈谈话, 几个时间段被硝烟安排得井然有序。 期间在家族中, 偶尔遇到硝妹, 听着她那甜蜜蜜的硝烟表格的称呼, 硝烟也是淡淡一笑, 随意应付两事。 对于太过现实的女人, 她一向都是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今天她能因为自己的天赋回复而对自己敬礼有加, 来日她也能同样因为自己的天赋离去, 而变得冷淡如陌生人。 这种另类的背叛, 吃过一次就够了。 一月的时间, 在这般平静悠闲的日子中缓缓度过, 在有七天时间, 便是萧家举行成人仪式的大日子。 距离成人仪式的举行还有七天, 可硝烟仅要突破到第八段的愿望, 却依旧是没有丝毫反应, 这倒是让她有些遗憾。 再次努力了两天, 依旧未有收获, 萧妍遗憾之余, 放松了崩得紧紧的修炼时间, 然而, 就在她以为突破无望下, 让她惊喜不已的意外情况, 却是莫名地冒来。 就在成人仪式的前两天的一个晚上, 熟睡中的萧妍突然犹如梦游一般猛地跳了起来, 连衣服也未脱去, 就这般直挺挺地跳进那药里即将完全消逝的木盆之中。 在经过半夜的折腾之后, 萧妍方才迷糊地睁开眼睛, 然后她就傻傻地发现, 那困扰自己以两三月之久地突破屏障, 已经在自己迷糊间被捅破了。 对于这种来得莫名其妙, 以及有些滑稽的突破, 事后的小妍在惊喜之余, 只得哭笑不得地骂了一声。 嘲! 一个家族想要保持经久不衰, 最重要的便是需要保持活力, 而活力的来源便是家族中的年轻一辈, 他们是家族的新鲜血液, 唯有新鲜血液的不断涌入, 作为家族的这台大机器, 才能时刻地保持着运转。 因此, 成人一世是每个家族都极为重视的大日子, 肖甲同样也不例外。 作为乌坦城三大家族之一, 肖甲的成人一世自然是引来了城中各方势力的关注, 一些与之友好的势力, 更是直接应邀参加了成人一世的举行。 陪着勋儿坐在大树的阉凉之下, 凉风细细,温凉舒适。 硝烟微眯着眼睛, 望着远处场中的那巨大的台子, 台子由巨木所致, 是此次为了举办成人一世而特意建造的场地。 硝烟目光在空旷的台上扫了扫, 旋即移到台子下方那些来自各方势力的人群中, 忽奈地轻声道。 人还真多。 望着硝烟那有些郁闷的小脸, 知晓他喜静的勋儿, 顿时有些幸猜乐祸地轻笑了起来。 小声刚刚出口, 勋儿便是觉察到硝烟那恶狠狠的视线, 当下赶忙闭上小嘴, 目光在他身上扫了扫。 秋水毛子不易觉察地掠过一道淡金光芒, 有些意外地娇娇道, 硝烟哥哥到八段都直气了。 文言硝烟斜瞥了他一眼, 跟着泥子在一起, 似乎什么东西都隐瞒不住。 心中郁闷地叹了一口气, 有些无力地点了点头。 一跃不到就突破了第八段, 这速度太恐怖了。 见到硝烟点头, 就算是与心儿的淡定, 也不由脸露惊意。 白了他一眼, 硝烟瞟动的眼角突然一顿, 在靠近巨木台的方向, 一位身着红琴的妖娆女人, 正巧笑烟熙的与人交谈。 红衣裙包裹之下的丰满玲珑身子, 若隐若现, 极为撩人。 此时, 在他的身旁, 已经围了不少人, 俨然成为了台下最热闹的圈子。 这一笑一瓶间充斥着成熟韵味的红裙女人, 正是硝烟曾经见过的米测尔拍卖场的首席。 一派卖师雅飞。 目光随意地在那副游如水蛇一般的腰肢上扫了扫, 硝烟心中暗暗地叹道, 真是个极品。 就在硝烟的目光停留在雅飞身上时, 身旁却是突然传来少女滴滴地横声。 眼睛眨了眨, 硝烟不着痕迹地收回视线, 对着小脸淡然的熏儿笑道, 没想到米测尔拍卖场也有人来参加我们家族的成人仪式。 瞟了一眼洋装若无其事的硝烟, 熏儿淡淡地道。 硝烟家与乌坦诚的米测尔拍卖场关系本来就不错, 她会来有什么好奇怪的。 而且这女人的交际手段可是无坦诚公认的强悍, 一些被人家美貌去的公子少爷在他身上可是砸了不知多少钱, 可到头来确实一个炮都没见到。 硝烟哥哥若是有这念头可得小心了, 熏儿可不会借钱让你去看这事。 文言,硝烟闪闪地笑了脚, 哭笑道, 就算我有这念头, 那也得人家看得起我这小屁孩儿吧, 她可大我七八岁。 有些女人不就好着口吗? 熏儿红润地小嘴一挑, 似笑非笑得倒。 肝咳了一声, 硝烟只得败退, 目光再不敢移向那块圈子。 见到硝烟退缩, 熏儿也放弃了讨拔, 略微沉寂之后, 突然惊疑道, 诶, 她怎么回来了? 谁? 愣了愣, 硝烟顺着熏儿的目光望去, 眉头却是缓缓地皱了起来。 在两人的目光所望处, 一位身着一套似乎是学院服饰的美女, 正斜靠着一棵大树, 美女腰间配有一把长剑, 身材略微高挑,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双圆润修长的长腿, 这双性感的长腿, 即使是那妖娆动人的雅妃也未曾具备。 肖玉? 目光盯着那高挑美女, 硝烟皱眉道, 她不是去嘉南学院进修了吗? 怎么回来了? 勋儿可爱得怂了怂间, 突然轻偏过头, 细虐地道, 硝烟哥哥, 你这次似乎有麻烦了。 嘴角一礼, 硝烟揉了揉有些发疼的额头, 低声骂道, 这吊妈的女人, 烦死人了, 靠, 当年不过是不小心闯进后山她洗澡的温泉, 然后再无意间摸了一下她的大腿, 结果竟然被这疯女人追杀了半年。 女孩子的身子哪能让人随便胖? 文言? 勋儿咧嘴娇笑, 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 也被这家伙全身摸了个遍, 精致的小脸, 不由翻上一层淡淡诱人的肥红。 萧妍撇了撇嘴, 冷笑道, 这女人还是萧宁的亲姐姐,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混蛋对我如此敌视, 也有她的原因。 远处, 萧玉似是有所觉察, 转过头, 望着那大树下的萧妍, 微微一愣, 旋即眉头皱起, 眉毛中掠过一抹不屑与燕额。 迟疑了一下, 萧玉迈动那诱人性感的长腿, 对着萧妍这边醒来。 瞧着她的走来, 萧妍眉头同样是一皱, 眉宇间也是有些燕额已不耐。 萧妍, 没想到你还能有翻身的时候, 真是让人惊讶。 走得近了, 望着萧妍脸庞上的那股, 连掩饰都懒得做得不耐, 萧玉冷笑道。 关你屁事。 萧妍明显对萧玉极不感冒, 平常的淡然也是完全地在此时抛弃, 开口就是一句粗话。 你的嘴还是那么刁酸, 看来这三年的落魄, 依旧没能磨去你的锐气。 萧玉俯视着萧妍, 不屑地倒, 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 就是这种口气。 心头极其厌恶地叹了一口气, 萧妍微偏过头, 细细地打雷了一下一年未先的女人, 然后目光缓缓地转移到那对性感圆锐的长腿, 摸了摸鼻子, 淡淡地道, 你的腿还是那么长, 就是不知道自从当年后, 还有没有别的男人碰过。 文言冷笑中的小语, 顿时满脸铁青。 第三十八章 这小家伙不简单啊。 被萧妍一句话戳到这有些羞人的痛处, 萧玉顿时脸蓬铁青, 玉手一叹, 就直接握在了腰间的长腱霸柄之上。 嘴角擒着淡淡冷笑地望着脸色铁青的萧玉, 萧妍身子向后微微一仰, 懒懒地道。 想动手? 动手你又能怎样? 萧玉玉手紧握着剑柄, 强忍着拔劲啃人的冲动, 冷笑着嘲讽道。 就算你如今天复归来, 又能如何? 三年之前我萧玉能把你撵得满山窜, 三年后我同样能。 萧妍眉间轻挑了挑, 目光在萧玉那被担子校服所掩盖的丰满胸部之上扫过, 那里会有三颗金星, 这代表着萧玉如今的实力, 三星斗者。 看来这一年许远的进修, 这刁蛮女人也是进步了许多啊。 你狗眼往哪儿看? 瞧着萧妍的视线, 萧玉本就铁青的俏脸, 更是冷了几分。 你打扮成这样, 难道不是给男人看的? 萧妍摸了摸鼻子, 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 却总是让得萧玉暴跳如雷。 咬着一口银牙, 忍无可忍的萧玉终于 苍得一声拔出腰间长剑, 豁然指向萧妍。 小混蛋, 信不信我把你舌头给割了? 望着面前那把 寒光闪闪的银铁钢键, 萧妍眼睛眨也不眨, 轻声道。 你试试。 说话的同时, 萧妍又长略微曲卷, 凶猛的洗礼在掌心中逐渐成型。 拥有三种玄阶斗技的她, 要真是拼命起来, 并不会太过惧怕 三星斗折。 望着争锋相对的良人, 一旁的勋儿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毛子扫了一下远处, 微笑着出声提醒道, 萧叔叔他们来了。 听着勋儿的提醒, 萧玉柳眉微皱, 拼过头, 果然是看见 脸色有些变化的萧战 正急匆匆地走过来。 哼,算你好运。 冷哼了一声, 萧玉收回手中的长剑, 脉动着性感圆润的长腿, 转身就走。 在路过勋儿之时, 脚步突然顿住, 说道, 勋儿表妹, 你的容貌和修炼天赋都是绝佳, 磕得离某些人远一些, 不然以后被其沾染上什么坏习惯, 后悔都来不及。 对于萧玉这提醒声, 勋儿淡淡一笑, 微声道, 谢谢萧玉表姐的提醒, 不过勋儿觉得萧玉哥哥很好。 听着勋儿这暗含深意的话, 萧玉笑脸微变, 目光在淡然微笑的勋儿身上扫了扫, 若有深意的道。 等你日后出了家族, 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比那家伙更杰出的男子也不知何几, 万一什么时候碰见让你动心的男子, 那…… 勋儿红润的小嘴温微抿了抿, 淡淡的出言打断了萧玉的话。 萧玉表姐, 你多虑了, 勋儿并不会发生你所说的事。 被勋儿打断话, 萧玉略微有些尴尬, 在狠狠地瞥了一眼萧玉后, 这才有些不悦地离去。 望着那离去的萧玉, 萧玉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小脸上再次回复以往的平淡, 低声叹道。 唉, 真是个讨厌的女人。 文言, 勋儿, 言嘴轻声道。 其实我很好奇, 她为什么总是和萧玉哥哥过不去, 虽然当年你无意间闯进她洗澡的地方, 可这也不会导致她一直和你作对呀。 我怎么知道? 萧玉无辜地摊了摊手, 旋即将目光投向快步走过来的萧战几人。 言尔, 没事儿吧, 刚才萧玉那女子。 快步走来, 望着安然无恙的萧玉, 萧战松了一口气, 略微皱眉询问道。 萧玉怂了怂肩, 萧颜笑道。 没事儿啊, 那女人突然发了这疯而言。 你尽量躲着她一点吧, 这丫头也是个刁蛮脾气, 如今她已经是三星斗者, 万一动起手来, 你可要吃大亏了。 而且, 她又是大长老的亲孙女, 真要是打起来, 连我都不好责备她。 萧战无奈地道。 萧颜摸了摸鼻子, 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来, 言尔, 和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米特尔拍卖场的首席拍卖师, 雅菲小姐, 上次的那珠奇灵叶, 便是从她手中拍卖所得。 萧战身子一闪, 让出站在身后的那位 妖娆的红裙女人, 笑着介绍道。 萧颜将目光投向那举手投足间, 释放出成熟韵味的美丽女人, 小脸上露出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腼腆笑容。 雅菲姐好。 诱人的眼波在萧颜身上转了转, 雅菲美丽的脸颊, 因为她的称呼而多出了一份笑意。 红唇微起, 笑盈盈地道。 听说笑盈小少爷, 一年内突破了四段斗志气, 这事儿可在乌坦城内喘得沸沸扬扬啊, 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笑盈挠了挠头, 有些腼腆的道。 全都是父亲购买的铸鸡灵业的功劳。 听着笑盈变相地承认话语, 饶是以雅菲的镇定, 心中也不禁地轻叹了一口凉气, 美眸中掠过一抹惊异与凝重。 一年四段斗志气, 这修炼速度可真是有些恐怖。 至于那二品的铸鸡灵业, 则是为雅菲自动省略而去。 东西经过他的手, 他自然是知道那铸鸡灵业的作用。 说他能够提升一些修炼速度, 那倒是的确不假。 不过, 若是想依靠他一年蹦四段, 那绝对不可能。 见到两人已经初步认识, 肖战抬头望了望天色, 然后拍了拍肖炎的肩膀, 温和地笑道。 好了, 成人仪式快要开始了, 我得要先去准备一些东西, 你待会儿可不要给父亲丢人哦。 肖炎含笑点头 跟着肖战, 雅菲在转身的刹那, 深深地盯了一眼面前的少年。 几年的拍卖经理, 将他的眼光养得极为毒了。 在其仔细观察之下, 雅菲突然心头有些凛然的发现, 面前少年虽然一脸腼腆, 不过那双漆黑眼瞳深处, 却始终是一片古井无波, 平淡如一弯深不见底的幽坛。 小小年纪就能轻易控制自身情感, 这小家伙有些不简单啊。 转过身, 雅菲心中有些凝重的暗导。 第39章 仪式覆册 成人仪式的举行, 其程序的繁琐程度, 简直有些让人脑袋发疼。 坐在台下, 萧妍望着台上那被摆弄得 犹如木偶一般的少年, 不由得揉了揉额头, 对着身旁的勋儿苦笑道, 这承认一事啊, 简直就是自讨苦吃。 看着萧妍无奈的模样, 勋儿水灵他眼睛围弯, 笑隐隐地道, 没办法, 这是一直传下来的规矩, 就算是萧叔叔他们也没办法更改。 萧妍叹气了一声, 无奈地点了点头。 刚欲无聊昏睡, 眉间突然一挑, 微眯着眼睛缓缓地转移到左偏台下。 在距离两人不远处, 萧妍正满脸嫉妒地盯着与勋儿笑谈的萧妍, 瞧着后者望过来, 顿时挑衅地扬了扬拳头。 白痴。 轻轻地吐出两个刺, 萧妍目光左偏了一点, 望着那站在萧妍身旁的萧玉, 视线在那对高挑性感的大腿上, 肆无忌惮地刮了几眼, 最后带着那女人脸颊变得铁青之后, 这才冷笑着收回目光。 一旁, 瞧着萧妍如此, 薰儿好笑之余, 也有些无奈。 只要一接触到萧玉, 萧妍似乎就会脱去往日的平淡, 肆无忌惮的模样, 每次都要将后者气得暴跳如雷。 斜靠在温良的木椅之上, 萧妍清秀着身旁少女那清新的体香, 有些悠闲的闭目静待。 台上的成人仪式在进行了一大半的时候, 也终于是轮到了萧妍。 听着台上的喊声, 高台上的贵宾席中, 顿时移下了一双双, 夹杂着好奇与质疑的目光。 今天, 他们参与萧家的成人仪式, 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想要确定一下, 这位最近在乌坦城, 传得沸沸扬扬的少年, 究竟是否如同传闻中说的哪般。 听着喊声, 萧妍缓缓睁开眼眸, 周围那一道道夹杂着各色神情, 犹如看猴一般的目光, 让得他心中无奈地摇了摇头。 轻吐了一口气, 萧妍小脸上保持着古井不波的平淡, 然后在满场目光的主视下, 一步步地踏上了高台。 成人仪式的主持人是二长老萧英, 虽然这位二长老以前一直没给过萧妍什么好脸色, 不过自从那日测验之后, 他明显也是收敛了许多, 至少以前那股毫不掩饰的不屑, 已经没有再出现在那张苍老的面口之上。 眼神有些复杂地望着面前这几乎是咸鱼大翻身的少年, 萧英心中叹了一口气, 面旁略微抖了抖, 从身后的台上拿去几样仪式做需要的材料, 然后对着萧妍行去。 瞧着走来的二长老, 想起先前繁琐的仪式, 萧妍就不由得感到头痛, 苦笑了一声, 任命般地闭上了眼眸。 在全场目光的注视下, 萧妍如同白痴一般, 立在原地足足半个小时, 那些繁琐的仪式这才缓缓落幕。 心头松了一口气, 萧妍睁开眼, 放着洒满全身的各种香料, 郁闷地翻了翻白眼。 搞完这些繁琐的东西, 二长老也是抹了一把汗, 转身走到黑石测验杯前, 大声道, 一事复测。 一事复测, 也就是再一次的测验斗知器。 一月前的那次测验只是预测, 目的是将族中优秀的种子挑寻而出。 而这些优秀的种子族人, 才具备在这高台上举行成人仪式的资格。 而那些七段之下的族人, 却只能举行一些略微简略的仪式, 颇为寒酸。 一事复测也要比预测严格与精细许多。 这次的复测便是实力为两星大斗者的二长老亲自监控检验。 由此可见, 他们对成人一事的重视程度。 听着二长老的大喝声, 本来还有些无聊的台下, 顿时精神抖擞了起来, 一双双目光直接地投向了高台之上。 贵宾席之上, 那些来自各方势力的目光, 也是紧紧地盯着台下的黑山少年。 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 便是为了确认, 这位曾经让得乌坦诚, 为之惊艳的天才少年, 是否再次回复了以往的天赋? 无视于周围那火热的目光, 硝烟小脸平静地走上前去, 在黑石碑前顿下了脚步。 眯着老眼望着面前的少年, 二长老干枯的手掌触摸着黑石碑。 一丝斗志气滚疏而尽, 然后面无表情地树立一旁。 然而, 当目光在闪过硝烟身上时, 依旧是忍不住地掠过一抹质疑。 这小家伙真的到第七段了? 看来, 硝烟此次所造成的震撼, 给予了这位二长老颇大的打击。 即使他心中明知道测验杯极难出错, 可他依然有些顽固地不愿相信, 所以他此次自动请应, 亲自监控硝烟的侧验。 没有在意他目光中的质疑, 硝烟手掌缓缓摸上石碑。 望着高台上摸着石碑的硝烟, 台下硝玉柳梅忍不住地微微一皱, 偏头对着硝宁低声问道, 那家伙真的到第七段了? 由于硝玉最近两天才从学院请假回到家族, 所以他并没有亲眼看见那日的预测。 被姐姐询问, 硝宁有些苦涩地点了点头, 闷声道, 嗯, 不晓得那家伙吃了什么东西, 一年内真的蹦了四段斗指气。 再一次证实着传言的真实性, 硝玉红唇紧闭, 有些恼怒地跺了跺性感的长腿, 怒瞪着场中黑衫少年, 翘绿的脸颊扬起一抹倔强, 没有亲眼看见, 我很难相信那废才能翻身。 深吐了一口气, 硝玉冷笑着盯着场中, 上一次一定是这家伙做了什么手脚, 这次由二长老亲自监控, 我看你如, 冷笑的话语还未出口, 小语俏丽的脸颊便是骤然僵硬, 剩下的话也是被凝固在了耳喉之处。 高高的木台之上, 巨大的黑石碑光芒乍放, 金色的大字龙飞凤舞的出现在石碑表面, 斗志气八段。